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视频频道 咱们现在看到的画面 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塞里姆湖景区的游客中心 这个视频拍摄于2023年的7月 正是新疆的旅游旺季 可以看到车流量很大 因为是早晨 大家正在排队进入景区的停车场 游客中心的后面 有一些酒店和旅游相关的物业 中间还有一个人工湖 旁边还有一些正在建设的酒店 这边是景区的驱间车停车场 驱间车主要是针对旅行团的游客 自驾游游客都是会选择买自驾票 开车进去的 因为这个景区非常的大 环呼一圈下来差不多有80公里 自驾票每人每天的价格是143元 两天是190元 如果大家要去塞里姆湖里面露营的话 我建议大家买两天的票 就相差了40多块钱 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很多车 买好了票 正在排队进入景区 都说来塞里姆湖露营的体验 非常好 今天我们也打算去里面露营 我们现在去游客中心逛一逛 买个票 可以看到车特别多 那边有租场喷跑车的 可以租上这个车 去里面兜风 里面兜风 我们在这个自助售票机 买了两张自驾票 刘萌萌1米3以下免票 看塞里姆湖是可以露营的 它专门设置的有露营区域 这官方允许露营 这点还是非常好的 露营的话 它这有一些提示 我们在这些设计则里面露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这个地上都是鹅毛 鹅毛 这水里漂的也有很多 这边有很多的天鹅 天鹅 好 现在换咱们女司机来开啊 我就负责赏景了 这块呢既可以拍到海 也可以拍到后面的森林 赛里木湖只有靠近果子沟大桥这边有森林 感觉湖边的风还是挺大的 这个天幕遥遥欲坠 看这边明显浪要大一些 这边风大 我们在这儿来拍张照啊 来准备 三二一 我们来到了赛里木湖南门的附近 我个人认为赛里木湖南门附近 是赛里木湖最美的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靠近果塞风景区的位置 这边的草更绿 还有森林 还有栈道可以爬山 爬到山顶能看到果子沟的风景 也能看到果子沟大桥 如果大家要来赛里木湖露营 从东门进景区 直接逆时针来南门的附近游览就对了 其他地方都没有这里好玩 而且人还多 你们看这个视频是无滤镜无调色 指出的画面 赛里木湖的水很蓝吧 在这边露营的人也很多 而且这边的风要小很多 几乎没有风 最后呢我们选择了一个停靠点 可以把车停在这里 这里停车的地方距离水边是最近的 搬东西呢也不用搬的太远 好了我们已经选好露营的位置了 我们今天准备在水边露个营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在山里露营 一直还没有在水边露过营 看到没 我们的东西已经搬过去了 走下去差不多二三十米吧 四五十米 最后一趟东西搬下去 这里有人在拍婚纱照 好不容易把装备都搬下来了 我们现在开始拔剑 好了我们的帐篷搭好了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水边 刘梦在这交了个朋友 玩起来了 还是水边好耍呀 是吧 刘梦说这是海边 这个湖边呢还是有一点风的 时不时来一阵腰风 我们现在没有打地钉 我们把我们的装备你看 压了一圈压了一圈 已经非常重了 一阵腰风过来 已经不足以撼动我们的这个帐篷了 这个石子上面不好下滴 还好我有40公分的超长滴 才把这个天幕给扎在这了 我们刚才在那边看到的 人家的星空淫帝 就是人家自己的帐篷啊 这么一个帐篷要1000多 那我们的这个自带啊 不要钱 只掏个门票就可以了 也是星空 是吧 也是湖景 一县湖景 怎么样 是非常不错 你们出门就可以玩水 真凉快这地方 走吧 现在是7点了 再过一会儿9点10点 最好的光线就要来了 看一下这一片 远处还有很多帐篷 很多天幕 但是看他们的装备 应该是不过夜的 我觉得今天晚上这一片 应该只有我们过夜吧 这两个帐篷应该是拍婚纱照摄影师的 他们应该就在这里面常住了 每天从早拍到晚 要忙一天 你们看这个球杖 它还是挺科学的 因为它是有一圈雪群的嘛 然后中间高两边低 它也能完全的扣住 看一下啊 是不是 还能起到一定的密分性 这一点还是不错的 现在7点半了 我们准备出门吃个饭 去吃高白鲑鱼 就是这个赛里木湖里面 养殖的一种冷水鱼 叫做高白鲑 我们帐篷就放这儿啊 把拉点拉上 我相信应该没人来拿我们的东西 我们就把这个露营装备 放心的放在这里 好了 来到高白鲑鱼餐厅 来了很多次赛里木湖 一直想尝一下这个高白鲑是什么味道 今天我们就来尝一下 我们点了一份这个沙锅鱼高白鲑鱼是148 然后点了一份水饺48 一个炒饭58 一个高白鲑鱼肉浆面38 这个餐厅的物价大概是这样子的 好 有没有辣子醋 没有辣子醋 好 好了我们的菜齐了 这是一份水饺 这是高白鲑鱼肉浆面 这是砂锅高白鲑鱼 就是鱼子浆炒饭 开动 尝一下这面有什么不同 高白鲑鱼饺子 就是鱼肉 没有吃出特别 就是有那种特殊的感觉的这种是吧 尝一下这个鱼啊 嗯 嗯 没色 148 这么一份 是不是因为这个鱼的品种很贵 所以这个分量比较小 嗯 这个餐厅它上菜特别快啊 再加上它在景区里有很多一样的餐厅 所以我断定它这里的菜品应该是中央厨房统一做好 然后各个门店进行一个最后的加工 呃说白了就是玉制菜啊 是不是 这面不太筋道 有点燃 吃到一半有点渴 然后问他这里有没有卖饮料的 没有 那有没有开水和茶 他说现在已经没有了 只能喝醋 只能喝醋 吃完了啊 好渴好渴 我们还是回到车上喝水 好了 咱们高白鲑鱼就品尝完毕了啊 这个我就不做过多的评价了 值不值得来你们自己判断 我们今天继续爬山 今天真正的要爬到顶啊 今天我们必须要爬到顶 好 开始爬山啊 看看今天能爬多少米 这条小路呢是马走的路 看 松树小屋 休息一下在这 加油加油 回头已经可以看到 看出的不灭了 到中间平台了 就算是走了一半了 好 你俩站那给你俩拍个照 向后转 对就站在那里 来准备 3 2 1 我们现在已经爬升165米了 继续加油 三只黑羊打架了 这一段是最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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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最大的 然后再回头 回头 没力的爆炸 现在可以回头了吗 可以 你知道它把山上那种叫啥吗 斑斑点点 斑斑点点 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呢 如果把这些平坦的地方修成就是那种村庄是吧 延湖一圈 这就是新疆版的尔海 这个围起来的部分应该是养育的 马上就要到了 胜利载忘 到了到了到了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看到果子沟大桥和赛里木湖的山顶 这会儿光线刚刚好 快加油 快加油 刘孟在给他的妈妈拍照呢 这里的悬崖有一点陡峭 看一下 这边 你 你 你 想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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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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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拍的 非常得好耶 可以可以 大家看一下啊 那这边呢就是赛里木湖 赛里木湖的海拔是2000 然后呢 这就是果子沟 果子沟的出口在那个方向 大家看一下啊 在那个方向 出去之后呢 那边就是清水河 霍城伊宁市 霍尔果斯市 这个赛里木湖呢 由于是高过这里的 所以说在这如果开一个口子啊 那赛里木湖的水就会 哇流到伊犁河谷去 好了 看完了日落 我们现在下山 可以的效果 可以挺好的 嗯 下山啦 我们到山底了 我们下来了 这停车场 已经开始扎营了 也有很多人选择睡在车里 看一下我们总共用了两小时 一共爬升325米 总共行走了4.17公里啊 大家做个参考 跟上次在那拉提一样的时间 看一下这个高白鲑鱼餐厅 现在坐满了啊 生意还是可以 不愁没生意 回到我们的帐篷这了 我们要赶紧把我们的帐篷的灯亮起来 还想到这里晚上没人呢 结果这里晚上还挺热闹的 你看全是录影的啊 下去装饰一下我们的帐篷 把灯都点起来 晚上回来我们吃点水果 就准备睡了 看一下我们帐篷内部 然后再说我们的祂 这一家人的帐篷 这一家座 睡在外面 外面一个小帐篷里 我们今天把这个串灯 装在天幕上 搞一点氛围 怎么样 看一下啊 赛里木湖的一圈都有灯 微弱灯光 都有人在录影 录影的人非常多 你们在欣赏今天拍的照片吗 嗯 哈哈等一下等一下 你爸爸看 嗯 这一栋 我这个移动电源还有34%的电 已经用了很久了 在伊宁市的时候都没有充 上次还是在那拉提的时候充满的 其实你不用它来做饭 光是给数码设备充电 我觉得一度电可以用 一个星期到十天 烤个素材就睡觉了 有没有困了 电量耗尽 电量耗尽 赶紧睡吧 今天我一个人睡这个黄帐牌 唉呀 睡觉 晚安 晚安 可以听到水的声音